位於桃園的石門水庫水位是持續的下降 蓄水率也跌破了四成 水利署表示桃園和新竹地區 農田在三月下旬應該就會完成整田插秧 接下來用水量會減少水位下降又忘期緩 枯水期靠春雨加持 這半個月來石門水庫工作人員 趕緊在封面接近時進行人工增雨 不過入水量還是趕不上出水量 水位持續下降 17日蓄水率降到37.92%跌破四成 水情是否拉緊報呢 北水分數表示三月下旬 農田完成整田插秧 水位下降渴望趨緩 相對現在目前一天整田插秧 140萬噸的用水量會降到40萬噸 會有很大的一個降低的一個情況 農業部表示 為預防因應枯水期降雨偏少 年初搭配皮糖儲水功能 優先引用河川水源 也落實精準灌溉 因此整田灌溉期用水量雖大 仍有截到水 盡可能讓水先流水庫 水位持續下降 仍有賴老天爺賞臉 17號晚間封面接近再加上街市滑南雲雨區通過 是否有望帶來進障呢 下的雨量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要等到更多的雨是可能要等到後面更接近梅雨期的那段時間 至於供應竹科用水的寶山與寶二水庫 截至17號蓄水率在四成上下 北水分數表示竹科早已啟動自主節水5到6% 新竹地區供水還算穩定 但由於降雨人存在不確定因素 還是呼籲不管產業還是民生要努力節約用水 記者 林志明 謝其文 台北報導